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很多台湾人 它就是今日呢 还有 台湾政治的民主转型对我们大陆来讲有哪些启示 最后 两岸关系的未来将往何处发展 每一个问题都很大 每一个问题都让人急切地想要找到答案 但是 要想搞清楚美丽宝岛的问题 咱们还得从四百多年前 葡萄牙人看到一个翠绿色岛屿 被西洋海盗与东方倭寇拽进历史的美丽岛 假如今天你坐船去台湾岛 一定会被它的美丽所折服 船行至一定距离后 台湾岛看上去已经不像一个岛 像一个翡翠的盆景 苍翠的山林 起伏的轮廓 后边趁着的是落日余晖 一圈光环照在山上 渐渐地 台湾岛从翠绿色变成苍色 再从苍色变成墨色 这时你大体会明白 为什么十六世纪葡萄牙水手第一眼看到它时会尖叫 福尔摩萨 福尔摩萨 西班牙语美丽岛的意思 台湾美丽岛之名由此而来 从地理上来看 台湾岛在中国的沿海 自古到今都存在 距今七万年以前 台湾岛是东亚大陆的一个半岛 后来海平面上升 它就被海峡隔离成一个单独的大岛 从东汉到宋朝 中国都有关于台湾岛的零星记载 但台湾真正和大陆历史联系在一起 得从十六世纪开始算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台湾走进中国历史的同时 它也同步走进了世界历史 十六世纪 欧洲人地理大发现 西洋舰队在世界范围内 到处开拓市场和掠夺资源 有的去了美洲 有的去了非洲 亚洲的东亚这一区域呢 先后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 原本平静的东亚沿海热闹了起来 西方势力的到来 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 谁在海上活动呢 东亚的两个大国 日本和中国 各位注意啊 这个时候两国的官方都没有参与海上活动 反倒是很多民间活动集团在驰骋其中 日本方面是九州岛的地方诸侯 中国这边呢 很多私家资本也投入其中 这么一来 东亚海面上出现了许多未经国家许可而在海上活动的船队 换了今天的话说 就是海上走私团伙 这批海上船队成分复杂 你说不清他们是哪国的 比如说明朝的倭寇的集团 他们中既有中国人 也有日本人 还包括一部分西洋的海上力量 总之呢 这些海上集团在东亚沿海是纵横百合 既合作 也有竞争 时间久了 为了方便打劫和贸易 这些国际海上集团需要建立基地 起初呢 荷兰人就想抢了澎湖岛 结果被中国的驻军给挡了回去 中方呢 就派了个翻译 跑去跟荷兰人说 不远之处有个台湾岛 你们可以去哪里驻扎呀 于是呢 在这个非常活跃的海上活动时期 在这纷纷扰扰的海战之中 台湾被拽进了历史长河 感谢这些东洋鬼子和西洋强盗 如果不是他们 台湾还要孤零零的 被世界遗忘在太平洋好多年 许卓云先生说 关于台湾 最早的文字记载是 1603年的一篇叫做《东藩记》的短文 在这篇文章的记载当中呢 台湾岛上的土著还经营着刀根火种的农业 没有太大的生产能力 人们过着相当简单而自然的生活 各位想想 那个时候的明朝人 工商业已经开始萌芽 城市生活水平相当发达了 正成功 从海盗集团到开台圣王 那么 第一个在台湾建立统治政权的是谁呢 开台圣王 正成功 为什么是他呢 咱们先从当时的正成功家族说起 15世纪末期啊 欧洲人发现了美洲 葡萄牙人和西外牙人继续在太平洋 开拓势力和范围 这些西方的海上势力呢 用大批新大陆的白银 换取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商户 尤其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以及南洋各地的香料 这一情势的转变呢 大大改变了中国沿海的海外贸易情况 大量来自新大陆的白银 涌入中国境内 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大踏步地走出国门 明朝的商业繁荣无比 许多人都从贸易中尝到了甜头 但是我们也知道 明朝官方长期有近海令 海上贸易是违法的 这么一来 中国商人除了走私 别无其他方式 可以分斩白银贸易的巨大盈利 于是15到16世纪 许多商家都投资于海外贸易 沿海的走私活动虽然非法 却是相当公开 而且非常活跃 到了明朝万利后期 海上走私活动更为猖獗 海上集团都搞起肩并融合 一些势力庞大的寡头组织就出现了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郑之龙的海上势力崛起了 他是一个福建人 娶了个日本女人为妻 起初呢 这只是很小的一群人 可能是来自一个村里的一伙小青年 聚在一起干走私 慢慢的郑氏集团逐渐发展壮大 壮大到成了势力遍布东亚和南洋地区的海上帝国 一望无银波澜壮阔的东亚海域 郑家的船队迎风驰骑 牛气到什么程度呢 西洋人如果想做贸易 必须与郑家签订合约 预付货款之后 才能拿到中国的商货 本来呢 郑家的海上集团一直在海上搞贸易 后来呢 清军入关 明朝父王 郑之龙的儿子郑成功 大举水军 力图恢复明朝 结果我们知道的 晚明江山就是个扶不起的恶斗 郑成功自然也就没有成就 反清复明的霸业 仗打败了 他们就打算退守台湾 但那个时候 台湾被荷兰人占据着呢 于是郑成功的船队 打败了荷兰人 并将之驱逐出岛 随后 郑成功在台湾岛建立了政权 这便是著名的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佳话 据说郑成功带到台湾的官员 兵丁和眷属呢 总数大约十万人 加上岛上援助的十万人口 那个时候的台湾 总共也就二十万人 郑成功到台湾之后 他建立了类似于封建制度的管理机制 军事单位驻扎在各处 在当地开垦种田 所得的收获作为生活经费 剩余的部分则上交互关等等 慢慢的通过郑成功家族上下三代的治理 台湾岛内逐渐发展出了一套 中国周线制度的行政系统 说到这里呢 许卓银先生说 当年郑成功带到台湾的绝大多数人呢 都是官员和军人 这些人大都是冠于风涛的海上建儿 善于弄潮 而不惜读书 因而大部分更娴熟于边缘社会的庶民文化 所以正式统治下的台湾呢 庶民特性啊非常强烈 也就是说 从社会文化风气来看 跟大陆的士族文化 讲究耕毒传家的社会特征 把它一样 好比美国 虽然最早抵达北美的很多是英国人 但大多是冒险之徒 犯人 不是什么社会精英人士 在讲究贵族气质 绅士派头的英国佬眼里 美国人压根就不入流 郑成功在1661年进入台湾建立政权 20年后 他的孙子郑克爽投降清政府 台湾首次归入了中央政权 如果说郑家三代在台湾发展出了一套行政体系 那么清政府对台湾又有哪些发展呢 清朝统治台湾后 最大的举措就是汉人屯肯 也就是开荒种地 清朝治理台湾的200年间 台湾人口从20多万增到300万左右 开肯出来的田地由南到北 由海岸线向内陆推进 扩大了十多倍 可以说台湾整体的开发 大部分都是在清朝治理时期完成的 同时在清朝治理的200年间 福建广东两省大量汉人迁入台湾 为了更好的管理 一个更加完备更加成熟的行政体系 也就形成了 最初呢 清政府是不允许汉人迁徙到台湾的 那个时候的移民呢 都是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 嘉庆皇帝之后呢 清政府呢 放开了这一政策 有条件的人可以向清政府申请开肯特权 拿到开肯许可证呢 就会去找中间商 说我这里需要多少多少劳工 招募华工的头子呢 就给他们在福建广东两省招募 招募齐了 集中运送到台湾具体的地方 搞开肯 事实上呢 在台湾有能力搞开肯的人呢 往往能拥有数百万亩土地 有点类似于原始封建体制中的地方诸侯 这些人呢 掌管着土地和当地的居民 因此呢 在清朝统治时代 台湾的官府实际上是权力有限的 地方权力基本上把持在当地的大业主 地主 桃门手里 这些人发展台湾的同时呢 也控制住了台湾 汉人在台湾的开发呢 最大的功劳是将金耕农业带入了台湾 改变了原住民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 来自福建和广东的汉人呢 重视水利建设 他们将大陆丰富成熟的灌溉经验呢 带入了台湾 一些庞大的灌溉工程呢 也出现在台湾的田间 这些努力呢 让原本满地都是热带 或者亚热带植物的土地呢 转化成了熟田 可以说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汉人农夫 用长期积累的金耕细作的经验 将台湾开垦成了 一年多熟的稻米生产地 说个您可能不相信的事啊 在清朝末年台湾生产的米粮还接济过华北的粮框呢 了解了台湾的开垦情况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此时台湾的社会结构 开发台湾的汉人主要来自于三个地方 福建的泉州 张州 以及越东的客家 他们形成了三大族群 在台湾 这三大族群各有自己的分布地区 在开发过程中也会因为争夺资源而发生争斗 宗教活动也因族群不同而不一样 有的拜妈祖 有的拜孔子 也就是说 从台湾的发展之初 族群分野就在台湾埋下了种子 并对后来的台湾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到今天的台湾民主选举 依然难逃族群分野的击败 这一点呢 咱们暂且暗下不表 历史一晃就到了清朝末年 鸦片战争爆发 紧接着日法等国发生了一亿连串的攻击事件 西方列强纷纷试图将台湾作为自己在东方的基地 这么一来呢 清政府才开始对台湾上心了 一系列政治举措也开始实施 比如在台湾进行洋务运动 将现代文明带入了台湾 1856年至1895年的40年间 清政府在台湾设省 三任省长分别是沈宝珍 丁日昌和刘明传 他们三人前扑后继 努力推进台湾的现代化建设 驾电线 开辟山地 修建铁路等等 完成了台湾现代化的第一步 应该说在整个东亚的现代化建设中 台湾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总而言之 在清政府的治理下 台湾从一个没有太多外交的海岛 转身成为太平洋西岸 最早迈入现代文明的地区 1895年 家务战争爆发 中国战败 日本抢索台湾 清政府只能将其割让 从此 日本占领台湾 竟达50年之久 这50年 日本的治理 将刚刚踏入近代的台湾 发展成了一个几乎完全 被日本同化的殖民地 日本人刚占领台湾的时候 遭到了台湾人民激烈的反抗 他们一度还建立了台湾共和国 组织民众一起抵抗 但时间并不长久 在这段短暂的抵抗中 至少有五六万台湾民众死于其中 据统计 日本军队的折损也高达上万人 后来形势越演越烈 日本军队开始对台湾民众成群的打屠杀 血腥残暴的恐怖之下 台湾人民渐渐不敢再去反抗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搜一部著名的电影叫 《赛德克巴莱》 电影里就有展现台湾原著名 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情景 原住民视死如归 其精神如歌如泣 看得人好不伤感脸脸 日本人对台湾人的罪孽自不代言 但是咱们也不能忽略日本治理时期 台湾的现代化发展 从经济上看 日本人在台湾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建设 推行的项目有 使用化肥 培育新品种 有计划的规划水利灌溉等工作 这些堪称是亚洲第一次农业革命 此外 他们开设新型堂厂 广泛的种植甘蔗 研究新的制堂方法 使台湾产的食堂行销世界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 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 日本统治期间 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 纵贯铁路修成 高雄 基隆两港开港 台湾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在教育方面 日本推行了国民教育 每一个儿童都要接受六年基础教育 卫生方面 设立卫生警察 专职监督人们日常生活中 注意公共卫生 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 很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 同时 日本还推行现代医疗制度 训练当地的医生 照顾病人 日本还将从西方学来的法律应用于台湾 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 这些建设都给台湾带来了现代文化知识 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 给台湾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 移植到台湾的世界近代文明 各位听了这些 您是不是觉得这日本殖民者对台湾贡献的达底啊 如果您这么想呢 那就错了 而且和今天很多亲日的台湾民众一样的 停留在历史表面 日本这是在发展台湾经济吗 错了 人家的目的是将台湾定位为支持日本本国工业的后盾 大批台湾本地的资源 物产以及劳动力卷入其中 养肥了日本 所以您看 在台湾搞的不是农业 就是糖业 没有工业对不对 再一个 从军事战略意义上来讲 台湾是日本向南发展的太平洋据点 所以说日本制台呢 在台湾实行特别法 以警察政治控制社会 在台湾 台湾人没有参政权 属于二等公民 台湾人无论是在受教育还是职业选择上都有很多限制 为此台湾同胞也有过多次努力与反抗 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日本终究没有赋予台湾人民合理的平等地位 在日本统治的后半段 甚至还发起过黄民化运动 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日本姓氏 学日语 皈依神社的神道教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需要台湾的人力支持 更是加速了黄民化运动的进行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黄民化运动 对台湾人的身心带来了深远的击海 二战中许多台湾同胞 尤其是医生被争调到中国东北为日本服务 在清华战争中 这些日日军中的台湾兵 为了证明自己比日本人更日本人 对中国人也表现得更加残暴 悲凉的是 在东北的台湾同胞 地位比日本人低 比东北人高 日本人不拿他们当日本人 大陆人却觉得他们是日本人 那么台湾人究竟是谁 后来有个台湾作家 吴竹刘写了一个小说叫亚西亚孤儿 正是讲述了台湾同胞这种 上不得下不得的尴尬局面 总之 被日本统治的这五十年 台湾无奈地成为了文化上没有归属 身份上难以认同的亚西亚孤儿 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 日本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 消息传来台湾同胞欢欣鼓奔走相告 欢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这期间 国民党接手台湾后因处理十当 发生了著名的228流血事件 给台湾历史留下了深远的疮痛 与此同时 经过四年内战 国民党在大陆丢失政权 1949年后 国民党能够治理的疆域 只剩下了新回归不久的台湾 这个时候 台湾的政治结构 可以说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安排 国民党需要以威权体制 维持政权的稳定 一来排除台湾本身的不安定因素 二来也害怕大陆渗透台湾 从内部造成颠覆 所以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 在威权体制下 军警和特务的权力是极大的 他们可以逮捕一切可疑人物 从50年代到70年代 整个台湾都处于白色恐怖时期 威权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地方 成千上万的人遭受白色恐怖的迫害 台湾光复后 当局推行国语运动 也就是推行普通话 这个构想原本并无恶意 结果却无意中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触 因为他们必须放弃母语 学习另外一种语言 这种心理上造成的伤害 并不比威权体制造成的伤害小 政治体制方面 台湾已经实行限制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1947年台湾选出了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台湾开始选举乡镇和市民代表 慢慢推广到选举省议会 县市长 但这毕竟是威权体制下的选举 不会公平公开 选出来的一定会是地方豪强 以及愿意和国民党政权合作的人 不过总的来说 虽然完整的民主体制在威权时代不能顺利实行 但比起日本智力时代 还是跨进了一大步 这些选举使民主化的种子在台湾生根 在改革开放以后便会发芽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这20多年里 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产权结构和农业发展水平 有了很大的改变 国民党当局推行有利的减租政策 减低了电农的土地租金 之后又从地主手中换回土地所有权 电农可以分期付款买走这些土地 成为自耕农 同时当局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农民技术支持与协助 我们知道日本智力时代台湾已经有过第一波农业革命 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的努力 台湾农业悠游了一次跃进 农业产量和农户收入大幅增长 到了60年代 台湾农业经济已经相当繁荣 经济逐渐扩张 内销市场有了更大的生产能力 紧接着台湾开始向工业产品外销 换取外汇增加台湾本身的财富 农业结构的改变 是台湾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 由类封建的阶段转变到了个体小农的自主阶段 同时教育也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60年代 基础教育已经从6年提升到9年 到了70年代 几乎每一个县市都有大专院校 台湾的整体教育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走向政治民主 经济腾飞的新时代 20世纪60年代开始 国民党政权的结构逐渐改变 蒋介石老了 国民党的上一代人物也都老了 蒋经国随势其父 身在权力中心 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左右手 同时60年代以后 台湾已经有一大批人士投身民主活动 他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陆来台的自由知识分子 比如胡适雷震等等 他们深信人民参征的权力 是民权的一部分 另一类是台湾本土成长起来的民主运动者 这两股力量本来是各走各的路 到了70年代初期 这两股力量逐渐合流 大学师生合办了台大青年 大学杂志等 民营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 也应运而生 成为公众舆论的武器 20世纪70年代 台湾的国际地位发生突变 1972年 大陆取代台湾 获得了联合国的代表权 这转变对台湾产生了重大影响 台湾的执政当局 不能再依靠联合国席位 作为他们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蒋经国清楚地认识到 台湾的存在和发展 必须建立在台湾人民拥护的基础上 国民党政府逐步开放 各类选举 平复名愿 军权也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台湾地方政府手中 这些举措一方面使蒋经国掌握了主导权 另一方面使军队和情治机关正常化 执政者不能再倚仗枪杆 紧握政权 70年代初期 蒋经国开始主持经济建设 他首先致力于台湾的基础建设 推行十大建设 修高公路 铁路电气化 改进港口和机场 增加新能源 如水电 核能等 作为未来开展工业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准备 在十大建设的基础上 台湾的纺织工业开始有了重大发展 纺织工业的推广 也连带推广了石化塑料业 政府出台了许多有利的政策 许多新企业蓬勃发展 从石化工业升级到信息业 高科技的工厂也开始发展起来 一系列的产业升级措施和配套措施 使台湾一跃而起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台湾的政治 在蒋经国治理时期 也有了显著的发展 民主选举从地方选举 扩展到了全面的选举 蒋经国执政晚期 民进党出现了 这是旧日参选时 被排斥的党外力量的联合 蒋经国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段岁月 颁布了两个重要措施 一是宣布戒严法结束 二是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 这两个措施都有着长远的影响 前一个措施扫出了民主宪政实施的障碍 后一个措施终于打开了两岸的互动 同时蒋经国宣布 蒋家不再有人从事政治活动 在蒋经国执政的晚期 他曾有一个构想 要让台湾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营运中心 所谓营运中心就是包括物流的运输 仓储和金融的调度 储备整套业务 但是1989年上台的李登辉 对大陆怀有极大的戒心 他采取戒级用忍的方针 这样一来 台湾成为东亚应运中心的时机就错过了 今天上海 新加坡和香港都在这营运中心的角色上各有地盘 台湾就难有插足之地了 除了错过发展机遇之外 台湾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急患重重 台湾的经济同世界其他资本市场一样 面临泡沫化的危机 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房地产的泡沫化 房地产恶性增值 不断扩张其规模 也不断刺激市场需求 但房地产这一经济体越来越庞大 支撑的力量会不堪重负 这一危机一旦触发 最终会造成经济的萧条和衰退 许卓银先生说 这种情况在美国 欧洲 日本都已经出现过 台湾也快要出现了 许卓银先生还说 与此同时 台湾全民现在开始参与股市 股市的升降 影响了台湾不少市民的生活 也影响了台湾的经济体制 各位 听到这里 您不觉得 许卓银说的是台湾 更是我们大陆 今天的情况 除了经济上的危机 台湾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益增多 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 富有人口占全部人口的1% 贫穷人口正在扩大 中产阶级正在缩小 可能会消失 另外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 早期来的移民 是以族群为基础结合在一起的 1948年后 大批大批的大陆人口移入台湾 在台湾形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隔 族群之间 本省外省之间的矛盾 冲突一直都存在 族群分野 不仅牵涉到基层社会的人民生活 在政治上 也一样大有影响 台湾的民主选举 往往就受到了族群分野的羁绊 总之 台湾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经济 政治 教育 环境等许多方面 都出现了这一样的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台湾人乘着世界发展潮流趁势而起 造就了台湾的复数和繁荣 正所谓亚洲四小龙之一 但也造成了前面所讲的种种难题 今天的台湾 已陷入了一个内耗的泥潭 极重难反 重建现代文明的希望 好了 书说至此 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台湾走过的这四百多年历程 四百年来 台湾这一座荒芜小岛 一批一批的移民 前扑后继 终于成就了今天的美丽岛台湾 在并不安静的环境里 它熬过了重重的难关 成为东南沿海一颗璀璨的明珠 许先生说 台湾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 乃是文化问题有待处理 台湾快速西化过程中 对于西方主流文化 当年兴起时候的一些价值观念 接受了却未必深刻了解 日本统治时代 日本自己快速地接受了西化 并以其统治者的强势 在台湾推行西方制度 台湾经历了一段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大转变 对于中国本身的文化 却完全丢在一边 没有机会 在自己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 进行反思 融合和调解 也就是说 台湾学到了西化的宗教 西化的政治制度 也很顺利地运作 西方市场经济的一些体制 可是如何理解西方文化 如何将西方法系 和台湾本土社会价值调适 这是台湾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 今天西方主流文明正在衰退 将来世界要有一个新的文明出现 徐先生说 中国人不能等别人建构好了 再去接受 应当去寻找自己的观念 重新认识和借鉴西方科技文明 本身的一些理性价值 融合铸造一个新的社会 新的价值体系 做到这一点 在世界未来文明的大结构下 大陆和台湾才有条件 发展更好的生活质量 各位 徐先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为我们描绘了四百年来台湾的起落兴衰 总结了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得势 表达了一代学者 对海峡两岸未来的优思与期盼 听完这本 台湾四百年 年对台湾是不是有了一个 不一样的认识呢 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应该不会再停留在一些粗浅层面了吧 当然了 关于这本书的丰富内容 咱们没法面面俱到 各位如果听得不够尽兴 大可买一本 《许卓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来深入阅读》 咱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由陆上读书授权喜马拉雅FM 独家播出 家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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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播出